你覺得文化是什麼 事實上你每天可以接觸的那一個生活的 就是應該是日不日不日 你一直在重複的同一件事情 或者是這一個時代的人 他永遠都一直重複的同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文化 可能他每天都必須住在某個地方 那個就是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他的悲哀 那就是那也是他的文化 你發現你在生活中每天都會重複的同一件事 那就是你的文化表征嗎 那如果每天的事情就是文化的話 那就是說你每天做的事跟別人每天做的事 你覺得會有關係嗎 因為如果每天在做的事就是文化的話 那是不是文化其實對你來講就是有很多很多種 文化 我覺得文化有很多種就是 因為這就是怎麼說呢 如果說現在是2010年 2010年的所有的人 他們全世界的人 可能他們都有特定的一個狀況就是 他們都會看電視 然後每天都看的時候 那如果80%的人每天都看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在這一部分的文化是共同的 對 然後如果有可能也有一小群的人 就是那一小群的人 他是在某個就是他可能關注的是某些事情 所以他們生活裡都為了 譬如說為了淡水蟲間界的事情在奮鬥 那他們在這一部分的文化是共同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那有時候 而且甚至有時候 那個重複不只是你主動的重複 有時候那個你被動的重複是更 你更無法去抹滅的文化的痕跡 那如果這樣講 你覺得一個藝術家 他應該 他的每天固定在做的事情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 你覺得可能就你的認識來講 跟別人會有什麼不一樣 對一個藝術家 如果他每天做的就是文化的話 那藝術家的文化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文化有分有些人 他是文化的生產者 有些人他是接受 有些人他是接受者 就是他的生活是在接受著別人 一直創造出的行為 然後他在接受哪一個部分 或者是他創造的部分 事實上跟他生活是不相干的 他一直在專注於某一項研究 但是那個研究可能只是 在那個體制裡的某件事情 他以那個為神 但是他事實上 他生活的文化跟那個研究 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所以我覺得那個 因為藝術家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他應該是盡量 盡量可以更接近是 你是一個文化的生產者 就是你或者是 或者是你可以是 就是你主要是 你針對文化是 是一個比較主動的態度 對因為你會了解說 為什麼文化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是生產文化 或者是生產事實上 有那種生產時尚 生產時尚流行的人 或者是 或者是 作為一個 永遠也是那種 文化的批判者 就是 他就是在批判著一個 他覺得生產那些 沒有影響的 時尚流行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另一個差別應該就是 在創作的時候 你要去發掘那個 那個 不管是原來既有 或者是未來文化的走向的狀況 然後你都會 就是你盡可能去察覺 然後去 去 去 針對這個東西 是一個主動的態度 不管是 是批判還是 還是你 你就是要一直創造 然後覺得大家就是要跟著你 所以這裡面 又出現第二個層次 這個第二個層次就是 其實每個人日常 每天在做的 不管跟別人一不一樣 他都是一種文化 然後 可是每個人 其實他同時都有可能 扮演 他有可能可以扮演生產者 文化生產者 也同時在扮演文化的接受者 又有第二層這樣的東西 那 那如果 如果這樣的話 你剛剛又有講到說 那藝術家他就是 比較有意識的在 作為一個文化生產者 那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比如說你自己的創作 你覺得跟文化 就是說 你如果是一個文化生產者 那你覺得你生產是什麼 或者說同時你也可以跟我們講 那你 接受到的又是什麼 我覺得 在創作上 一個最 最長覺得 基本面對的是 那一個 每天重度的事情 對 可是那一天 剛剛我聽到一個 我原本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 覺得聽了有 覺得 他是被 被強調的那一個 部分 就是 就是在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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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那個 怪獸 怪獸系列的 就是 怪獸系列的 然後 他在說 就是 從一開始 因為 介紹的時候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之後 在考驗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那一個 整個 那個 重點很重要 就是那個作品裡面 他是從哪一個地方出來 然後就講到就是說 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 那一種 哥吉亞 因為那個 靈和怪獸系列的 每一個作品 每一個的名稱 字尾都是 就是 哥吉亞的那個名字 他就是 原初的 哥吉亞電視上 他都是 某一種 某一種想像 他是從 某一個很 就是 就是很一般 很一般的 那個 生態的 被破壞 他可能就是 哪一個地方 核彈的釋放 然後哪一個地方 就是 就是一個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 被汙染 但是 為什麼被汙染那些 並不重要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被汙染 然後那個地方被汙染之後 在那個遠處被汙染 然後在別人 然後就會出現了 一個大怪獸 然後作為一個 大家 所謂的 世人的反撲 對 然後 然後就是 因為有人說 他看作品的時候 他覺得 可以成立的部分 就是他覺得 在這一個部分上 是 就是 他覺得很明顯 因為我原本 覺得 沒有那麼被察覺 或許是 我覺得沒有 那麼明確 因為沒有刻意在 模仿 那一個類型的影片 對 但是 但是的確 那個遠處的想像是 當這一個重遊 可能成為一個 怪獸的店 所以 你剛剛就是講到 那個Studio Visitor 然後你 講到你覺得 那個Site 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然後是 就是 就是我覺得那個Site 很重要 可是他們在討論說 他們覺得這個 這個Site的同時 是一個 作為一個影言 然後也只是一個 在創作上 更加 雖然也很接近 是一個創作上的藉口 就是他意思是說 這個藉口就 這個藉口 對於作品 重要的程度 就好像是說 為什麼那個 哥吉亞的電影 為什麼一開始 總是要帶過一個鏡頭 是說他從 南太平洋的核爆爆炸 然後就 就只是 用一個很普通的描述 去說污染 造成了這個怪獸 對 然後就是 然後那個描述 事實上 完全沒頭沒尾 但是就是 這樣就OK了 其實你剛剛講到 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 就文化層面來講 那藝術是不是一個 藝術是不是就是一個藉口 好 就是說 好像 到底 這裡面變成有兩種關係 如果說藝術家 他創造 他生產文化 那 藝術手段可能變成藉口 如果以生產文化 作為一個目的性的話 那藝術變成藉口 可是如果換另外一種 就是你剛剛講到你的創作來講 那個賽特的影界 好像 變成了 那是一個文化的認知嘛 對賽特的認知 就是一個對文化脈絡的認知 那反而文化就變成藉口 所以如果這樣講 如果在藝術創作裡面 其實他好像有一個 就是 藝術家他本身在利用文化 他利用文化是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讓人 跟他產生一個共識 就是說 透過那個賽者 讓大家好像 大家都可以導引到那邊去 所以文化是一個 藝術家可供利用 可供藝術家利用的共識 然後另外一方面 好像 藝術家又透過這個東西 再去創造一件事情 然後 他好像在生產某種文化 然後企圖跟人家分享 那如果文化是一種 有接收有分享的話 有生產有接收 然後又有分享的話 那其實 如果這樣來講 藝術他本身 在文化層面上來講的話 藝術家是不是就要有意識的 知道 其實他創作的過程 其實就很像 一個 一進一出 然後甚至有一個 跟外界很複雜的一個 共享的關係 所以我想要問就是說 那消費文化 對你來講會是什麼 因為在你的作品裡面 好像很容易會 會參照 到消費的文化 我覺得會很 消費文化有一些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事實上 在某個程度上 雖然 但是如果你說 電視那些事實上 在台灣的東西 台灣 有那一種突破比較少 但是就是 因為消費文化就是 他 總 他就是一直翻新 一直翻新 就是那一個在一個 必須一直被翻新 但是又不能做 不能做本質上 改變的那一個循環 就是事實上 你很容易 就是那樣的東西 會很容易出現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就比如說他 他會被迫的出現 你覺得那一種荒謬的事情 然後那一種荒謬的事情 是很好 是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的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那如果真的存在 所謂的文化政策 如果在你的說法裡面 文化好像是一個 很分散的 很多意識性的 然後彼此好像都可能 有一種 預期之外的交織或者作用 那你覺得文化政策 有什麼樣的可能 那為什麼 在你的理解來講 為什麼會有文化政策 我剛好有碰上一個 在那個 就事實上是後青春的開幕 碰上一個以前 他之前在學服裝的同學 對 然後他就 他每次碰到他都會跟我講一些 他對於在美術館的一堆納悶 對 因為他有去國美館 就是他替代役的時候在國美館 對 然後就是 也就是有了解一些 他們整個運作的狀況 然後他覺得這實在是 一整個納悶的狀況就是 他沒有辦法理解就是說 他大眾既然又沒有選擇權的時候 那為什麼又可以 又可以投入這樣的資金 去發去給藝術家 或者是給 就是藝術家是一部分 或者是給文化 文化創意產業 對 然後就是給藝術家是無償的嘛 對 然後給文化創意產業 可能他有一個產額的限定 但是他可能主要覺得是 主要是針對那個藝術家 就是我們沒有選擇權利 但是大家還是花很多錢在那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我是用一個 用一個比較暴力的比喻 回應了他的問題 就是他就說 我覺得那個 如果你說 那個為什麼要無償分配給那些藝術家 補助 而且大眾沒有選擇的權利的時候 就比如說他講到那個時候 後青春關係到青年藝術家的典藏計畫 然後我覺得那個 當然是每一個圈子都有權利問題 但是最主要 為什麼大家沒有選擇權利的問題 是在於那一個就是當 比如說當有一個地方 在山坡地在開發的時候 那個擋土牆不是大家票選去說 你要打幾個人基柱的 對 那個擋土牆當然是有人會去負責 他要打幾個人基柱 然後他也因此要為這個擋土牆負責 但是不是你們 不是票選最多的人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可能我沒有跟大家提太多 不過事實上是票選機制原本就是問題 對 文化政策啊 就是你覺得那文化政策 因為如果照你剛剛這樣回答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其實文化政策 就是就算因為雖然說最近 當代藝術家對文化政策好像比較敏感 可是事實上如果照一般人的理解的話 雖然說最近藝術家對某些大型的文化政策 但現在文化政策動作比較大 都可能會有一些反應 可是如果照一般人的理解來講的話 其實為什麼如此去支撐文化 支撐藝術或幹嘛 他其實早就是常態性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 那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那個 就其實那裡面有一個很 有一個其實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其實你朋友問到的那件事情 其實就是代表字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國家本來都是用專業技術官僚的一種代表字的方式 就連學者去開會 事實上也都是一種代表字 所以其實 其實這裡面我們剛剛講到的 好像就是說 如果就你剛剛講到的來出發的話 那感覺上好像 我們只談到了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其實是 文化是一種溝通 是一種分享 可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文化獲得不了共識的時候 比如說每個人日常生活 他也在營造他的文化 然後每個人都在營造他的文化 可是 可是如果當他們之間是無法吸收交流 而且反而有一個不理解 那這個時候你覺得 你作為一個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這好像對一個藝術家來講 其實是 好像今天越來越 越來越破鏡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會去問的問題 我自己比較傾向 雖然你說那些輔助 對藝術家是真的有實質的幫助 但是我自己是傾向 就是 就是會覺得說 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剛剛覺得就是 我無法信任文化政策 對 就是 如果 如果 某一個 在某一個時間內 那個 有一個標竿 在去執行的時候 事實上都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東西通常沒有辦法維持一個 維持一個很 很好的方向 而且 或者是那一個 或者是電視頻道 如果符合一個 合家觀賞的狀況的時候 是 合家觀賞 本身就是 一個在排除想像力的事情 對 所以就是 就是 看到合家觀賞 事實上 那整個就是有問題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 所以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比較好的狀況當然是 那一些東西 事實上 它可以不需要 對 但是那一個 那個無法 就是如果你說 有兩邊之間 它無法被互相接受的那個狀況 我覺得 就是 就是讓它在一個 就算 不是公開 或者是半公開狀況下 他們會一直 就是它沒有 沒有那個大餅 在彼此爭奪的時候 事實上就沒有必要對立化 然後那個的溝通 事實上 我覺得是更 更容易 可以互相去 就是互相去交流的 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 就是 當你有 當你有 會需要 變成敵人的時候 事實上 只是因為你沒有利益衝突 不然事實上 是沒有其他必要 所以如果這樣 我稍微這樣整理一下 就變成說 其實 文化 就是 每個人 他 透過他的生命 形態 或他的子趣 或什麼東西 他活出來的事情 或他創造出來 生產出來的事情 如果說 今天出現了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 其實它只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 資源的集中化 也就是出現大餅 出現大餅 那這個時候就是說 其實 他就是 出現大餅的時候 意味著就是說 他其實 必須要犧牲掉 或排除掉 一些比較 不符合這一塊大餅 的想像 那這樣的話 只要一有大餅出現 事實上 就會破壞掉 文化之間的 可溝通性 如果照你這樣 剛剛來講的話 那破壞掉這文化的可溝通性的話 那其實 那個大餅 那個大餅到底是為誰服務 因為如果他是破壞掉 想像空間的話 那事實上 其實他 照你的 對文化的定義 界定的話 那其實他是 犧牲掉大部分 作為個體的人的一種權利 所有人 或者是別人 某個人 無常給你一塊餅的時候 然後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你可以負責同仇分配 對 然後如果你負責同仇分配的時候 那你不能全拿 所以當然就是 好 那我找人來討論 大家怎麼把它分的 所以 所以那一個 那個 那個的狀況 就是 就是你當然只能考量說 我要符合的是一個 給 無常給我的 那一些人的權益 就是 而且主要是 無常給你的人的 那些權益 事實上 你是一個片面的想像 就是 很希望 那個 不需要一個 那個結構是 就是有那一種 樹狀結構的東西 是可以被瓦解的 拿到的 那些人 有誤會 那些人 那些人 有誤會 很感激 的 對